大家好,欢迎来到T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 今天来给朋友们介绍一款由野生蘑菇分离并成功食类栽培的蘑菇新品种 凤伟菇 1.野生蘑菇的发现和菌种分离 2023年1月的某一天,香女士和她先生John驱车缓缓行驶在休斯顿南部某社区小道上 突然香女士发现一颗半死的橡树上有一株像花一样的白色蘑菇 照了照片,发到朋友圈,大家都感叹生命的奇妙 同时也好奇这蘑菇是否可以食用 先生John是维生物学博士 也曾经在某应用针菌研究所接受过系统的食用菌训练 科学家的好奇心和专业训练 促使她驱车折返 采集了蘑菇,减速了其形态特征 认为该蘑菇是典型的评估类型 应该是侧恶属的凤伟菇 认为可以食用 为此,她自己扮演了小白鼠的角色 亲自体验了这蘑菇的可食用性 结果发现这东东不仅是可以食用 更是肉质肥厚 滑嫩爽口 甘甜鲜美 若故事就此打住 多少有点犹如其维生物学博士的头衔 是吧 几场春雨过后 树上又冒出了许多蘑菇 这次她不只是大快朵鱼 大肆享受她的美味 更是利用她家中厨房里的厨具 分离重化培养了该蘑菇菌 并将其命名为香萍菇 不仅因为其味道香美 更因为其爱妻香女士 是该蘑菇的发现者 很自然力 姜务博士下一步的考虑就是想 看看这蘑菇是否可以被人工栽培 他找到了我 期望T先生的蘑菇房能试验一下 我当然很乐意 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于2023年4月 姜务博士的郡总瓶 辗转到我手中 哈哈 这玻璃瓶已经在斩转过程中打碎打破 菌丝都涨到瓶外面了 还好外面有一层塑料袋 菌丝没有被污染 我立即将其转接到我的万用卖力培养料上 记忆该蘑菇菌在冰箱里的表现 和湘女士她们在野外发现这种蘑菇的时间 我觉得它和杏蘑菇一样 应该属于低温蘑菇品种 因此将转接培养成功的蘑菇菌 保存于冰箱 等到冬天再来试种 二 也是蘑菇的人工栽培 2023年10月从冰箱取出菌种 进行合大繁殖 等候低温天气的出现 很遗憾今年是个暖冬 也加上一些其他的事情 直到转年的1月1号 才进行了相评估的试种 我以两种培养料和两种培养方法做了试种 即以麦草为培养料的桶装蘑菇摘培法 可以像素菌末粉加高粱壳为培养料的蘑菇包摘培法 桶装蘑菇采用我新发明的桶装蘑菇最优方案 即大孔眼加应用透极胶带 关于蘑菇菌包的制作 可以点击屏幕右上方链接 参见我2023年1月27号的视频 桶装蘑菇和蘑菇包 先是在室内空调房里培养军师 大约20天军师涨满后转移到车库 让冬季自然环境下的温度变化和氧气来刺激它 诱发它产穀 后期提前是蘑菇房建成后 也有在蘑菇房里放置过 但也是随于自然温度没有空调 这期间我们这晚上气温在10摄氏度以下 白天在15到20之间 桶装蘑菇于1月25号开始出谷 这个出谷数度还算快了 同时接种的蘑菇包还没有任何产构的痕迹 直到10天以后 即2月5号才建产构 3. 香瓶菇的特点和种植要点 首先来说一说这个香瓶菇的学名 经由形态对比和生长习性观察 觉得它应该是凤尾菇 你看它的蘑菇形态 就像一只凤尾 我们常见的评估菌饼都是在菌盖正中 而这香瓶菇的菌饼却是在菌盖的一侧 因着这个特性 它曾经被归为淡子菌 其他人会说也在菌盖上 因此由学名 尤尔苒汁 尔苒图 尔苒杀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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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以下请问我自己的观察记录 不是学书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发现,它菌丝生长速度 比一般蘑菇快,我们看这个培养瓶 从一颗卖力开始,在五天内 菌丝所侵染的范围已经很大 在这一代Greenspan的表面也是 菌丝学白,浓密,像一团棉花 香苹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超强的产枯能力 在统胀蘑菇上的表现就是 基本上每一个孔都有粗菇,而且数量极多 每一个孔都有数百个卑鄙蘑菇 与灰色苹果相比,这个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甚至到了第三茶 虽然最后也没有收到什么蘑菇 但是第三茶的杯面蘑菇还是发的整齐漂亮 相模相样的 在菌包上的表现也是类似 我们来看一段短的视频 这个香苹果的产枯能力相当强 不光只是我在开口的地方 它长出了像百花起放万马奔腾这样子 每一个口都有几十个三百个蘑菇出来 而且在我没有开口的地方 我们看这个菌包的顶部 也是有很多蘑菇分化 要产蘑菇的这种痕迹 看这里 这都是的 这都是的 只要是这样拱起的 这样浓起的部分 我们甚至看菌包的其他方位 也是 香苹果的超强产枯能力 使得它的产枯非常整齐 非常集中 这对蘑菇生产是一个很好的特点 既生产效率很高 以我的桶装蘑菇为例 主要的产量在第一茶 收获2.8磅以上 第二茶的显著下降到0.7磅 只是第一茶的四分之一 第三茶就更惨了 只有0.27磅 是第一茶的十分之一 所以在生产上 你只要集中精力管理和收获第一茶就够了 这样大大的提高了蘑菇坊的周转效率 还值得说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像其他品菇 那么容易产包 就包子灰 它产包期比较晚 不像其他品菇 菌盖一打开就开始产包了 这对我们室内蘑菇种植爱好者是一个好处 当它的菌盖斩平或上卷的时候 就是产包的症状了 当菌盖边缘还是往下的时候是安全的 再来说说相评估的种植条件吧 和其他蘑菇一样 它均丝生长的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 即10内的空调房就够了 优法产菇的温度呢 介于新包菇和灰色瓶菇之间 以日平均气温15度以下为宜 日平均气温超过20度时 产菇困难 或不能发生 和其他某个不同 氧气对诱发产菇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表现在菌包上就是 它不用开口诱导 水畜都可以分化蘑菇原基 但是在蘑菇生长盆大时期 还是需要良好的通风透气 即充足的氧气了 产菇期间对于湿度的要求和其他评估类似 若采用我的优化桶装蘑菇法 卑鄙蘑菇的保湿就不再是问题 当小蘑菇把胶带顶开之后 白天大约碰雾5到7次 晚上用塑料棚罩着 三天以后晚上就不再用塑料棚了 以增加蘑菇菌 以增加蘑菇寄出氧气的机会 四 氛围固的营养价值 这个东东口感咋样 好吃吗 我的感觉它味道略性韵一般的评估 肉质更肥厚细腻一点 口感更嫩滑一点 说到它的营养价值 这年头只要是不常见的东西 都会说到它各种的特效 比如增加免疫力 抗氧化 抗衰老 等等 这个大家可以去查 确实是这样 但我这里想给大家看一篇学术论文 这是2021年发掘在Bio Molecules上面的 它的标题就是风味菇提取物的养生和抗癌作用 这个不是我们平常常常听说的某某吃了什么蘑菇 身体变好了 癌症没了 它是一篇学术论文 有摘要 引言 材料与方法 还有结果和讨论 我们来瞅瞅摘要就好了 这里说它的目的就是证明风味菇 就是这里所说的PSC 牛肉图是Sachukaju 是一个养生的好食材 有趣的是 它特别研究了把牛奶添加到培养料中的作用 它们用各种生物化学的办法 检测了风味菇提取物的营养成分 又进一步用癌细胞测试了它的抗癌活性 最后的结论是 风味菇提取物具有多种营养和抗癌特性 可以作为现代医药或者功能性食品的一个来源 因着这款风味菇的这些特点就是产构能力强 产量高 口感不错 且不容易产包 它会取代我现有的当家品种 灰色品菇 而成为我以后冬天种植的常规品种 在种植方法上 我会选择优化的统装蘑菇法 首先是因为统装的成本大大低于菌包 而且操作比菌包容易太多 更重要的是统装的产构量比菌包还多 产构期还更早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顺便声明一下 这里只是报道这款野生蘑菇的发现和 种植过程 不是鼓励大家去随便采摘和食用野生蘑菇 很多野生蘑菇是有毒的 若有需要这款风味菇 我可以提供菌种 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